由台灣作曲才子王以鈺全新創作鋼琴協奏曲《上美的大灣》 在台灣國樂團與優秀鋼琴家廖培君共同演奏下 呈現台灣波光淋淋的海岸線與壯闊的山海回音 那再次在這個創作的規劃裡面其實當然就是 當然我之前就是因為去花蓮的關係 那因為就是到蘇花公路還有青春丹蘭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用孔拍機孔拍的這個台灣這個蘇花這個部分的風景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可以聽到一種國樂一個新聲音的一個 一個訴說台灣的一個想像的一個音樂空間這樣子 像我在練習的時候我有聽到一些什麼日本這種動漫的這種音樂啊 或是說當然也有很傳統的台灣的這種很美的這種旋律 然後這種很動感式的 對 然後第三樂章我覺得就有點像Rocker這樣子 就是要從頭這樣子奮戰到尾這樣 對 所以是很新 然後很有創造力的一個作品 對 那是蠻難得聽到的 除了首演同名曲目 還有已故國樂前輩鄭思森的《江波舞影》 以及作曲指揮雙七的關乃中的《台灣四季》 由三位跨世代作曲家共同描繪多種面向的《台灣之美》 整個的音樂會的呈現 就是要用音樂來述說我們台灣最美最美的故事 也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美麗的這個寶島裡面的風土民情景觀 所以在用音樂來形容跟描繪這樣子的景觀是很不容易的 也是我們國樂團一直在推廣在做的一個概念 台灣國樂團年度壓軸巨線上美的大灣音樂會 將於11月28號在國家音樂廳登場 邀請觀眾一同欣賞 用音樂感受台灣之美 記者聯繫會 台北報導 歡迎收看